我们接着来到了Goro古城 由马尔他建筑师在1697年到1711年所建造的天主教堂 有趣的是导游要我们仔细地观察屋顶 别以为这座教堂是罗马园顶式的建筑哦 你所看到的其实是一块平顶 却画了一幅眼睛无法辨识的图画 教堂之外有穿着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传统服装 守卫着这城堡极具象征意义 民俗博物馆是位于三栋中世纪晚期西西里岛市的旧房子里边 主要展出是农具用具及传统手工艺技术 这个民俗博物馆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 是一个个用陶图做成的马尔他人物雕像 从这我们可以略亏马尔他人的模样 不出民俗馆见到了蓝天和好大好大的向日葵 置身在古城堡的巷道中 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一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